停轿 臣妾请皇上安 起来吧 夕月 你怎么在这儿 皇上 三个月之期已到 您怎么的也得原谅了臣妾 娶臣妾半嫁了吧 都三个月了 那您可有好些啊 臣妾的病是好了 可是身上还是不爽快 你这话自相矛盾 其他亦心灵胜手 可缓得了臣妾的寒症 却缓不了臣妾的心症 此话怎讲啊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三月不见 便似百多年未见皇上 臣妾相思难解 心中郁郁 这大庭广众的 你说这话 不怕羞啊 臣妾一变真心 为何怕羞 要是皇上再不来 臣妾别好不得了 矫情 皇上 您刚才说 一会儿去延禧宫 皇上 贤妃妹妹得了您 那么久的陪伴 她不会跟臣妾争执一回吧 皇上 那你没办法 那你没办法 落驾 落驾 给贤妃娘娘请安 贤妃娘娘您久等了 皇上去了贤福宫 让奴才来回禀一声 王公公辛苦了 只是要说早该来说一声 为何闹得这样晚 皇上宿在了贤福宫 奴才得去进士房 通告一声 祭党啊 奴才就这两条腿 一来二去的就耽搁了 皇上歇下就好了 有劳贵妃试驾 王公公 夜深了 出去的时候慢慢走 三宝替王公公掌灯 不敢劳动了 奴才还是自个儿走吧 谢谢贤妃娘娘 走 主 皇上不是说这三个月 贵妃不办家吗 已经三个月了 那她就这么按耐不住了 你让贵妃不争宠 那可难了 她就是见不得主得丑 也是她眼皮子浅 跟谁没有个 做官的阿嬷似的 阿若 你阿嬷贵妥外放做官 还颇有证据 你心里得意 说话就更得仔细些 奴婢就是不乐意 见到贵妃那个样子 人心里的不乐意啊 放在自己心里就行了 这一旦说出去 让旁人听见了 荣一声是非风波 奴婢要不是跟着主打小伺候 这些话也不敢说 你现在也是 有身份的官家小姐 行事稳重些 不必事事出头 言语尖酸 人得尊重自己 旁人才能尊重你 奴婢知错了 你出去吧 让索性进来伺候 是 阿若姐姐 阿若姐姐 主儿安置了吗 要不要送些茶点进去 要你瞎操心什么 你操心了 人家还未必当你是这份心意呢 主儿又责怪姐姐了 这主儿啊 也是心烦 嘴上说过了 回头这样疼姐姐的 凭谁也比不上您跟主儿亲呢 何况姐姐的阿玛 都外放出去做官了 这以后的前程 好着呢 何况 您还是主儿的陪嫁 好了 里头所心伺候着 我先去歇歇 你勤紧着点 留意着主要是吗 来 主儿 喝碗甜落吧 嗯 其实阿若说的也没有错 只是什么 他都喜欢放在嘴上罢了 他也是替主着急吗 这我自然明白 但这是公理 许多话不能放在嘴上 许多事急也是急不来的 主自然心定 可是奴婢旁眼瞧着 这宫里的恩宠 真的是没个定数 贵妃不声不响地就赴了宠 之前皇上淡着您 竟然是因为太后的一句话 虽说这宫里的恩宠 今日来明日走 可是我相信皇上与我的情谊 皇上让我放心 我也盼着能与皇上知心 替皇上解忧 这满宫里 最能与皇上知心 替皇上解忧的 就是主啊 臣妾就是舍不得皇上嘛 臣妾不想让皇上走 你舍不得也得舍 朕得上朝啊 臣妾三个月都未办嫁了 心中愧疚得很 所以多伺候皇上一刻 也是臣妾的福气 上回不让你办嫁 也是因为你韩正的缘故 这病者还要侍奉朕 朕也于心不忍 如今你养好了 朕自然要来看你 真的 那皇上这三个月 有没有想着臣妾 你猜 臣妾不猜 自然有的 那皇上只许记着臣妾的好 臣妾若有不适 皇上必须都得忘了 你呀 总让朕生不起气来 皇上 臣妾这三个月尽心思过 想着愧对皇上 一直没能给您添个孩子 你养好身子再说 可是 平常皇上不在 贤妇宫里冷冷清清的 臣妾想着 若是有个孩子 哪怕不是自己的 也能热闹些 你昨夜来求朕 也是为了要抚养永皇之师 为了这事啊 朕还丢下了贤妃 今天是二月初十 是贤妃的生辰 皇上自然是要去看他的 少一晚又怎么了 皇上 你就把大哥 交给臣妾抚养吧 好不好 好 好了 容朕想想 朕去早朝 晚些再来看你 是